第八屆子私代奖 得奖的是 陈巧玉 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生物科 济世 有一场车祸出现在我家大门 在三四十年前那个乡辖是没有救护车 我爸二话不说就是直接把他送到医院 受伤的人是没有办法付医药费 我爸就帮他付了医药费 然后就 那个时候是素不相识 但是我觉得我爸的这个观念有影响我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就是要尽自己 所能的忙度人家 很多案子真的是 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 很可怜 然后很残忍 但是你一定要还是要把它做出来 要把自己抽零 因为如果你不做 那就没有人可以帮他 在性侵害案件里面 被害人都是相对弱势的 证据力不够 可能就没有办法还他们公道 那个判决结果是因为你的鉴定 所以才帮助到被害人 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鼓励 我就是要需要人员 自己能担心的 但我需要人家化 你可能该是他们的 但是我才能担心的 对方都想到下一个确实 但我会担心的 是缩甲 十三年 中国公司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